Let's dance beneath the eye Oh Let's wake up in Paris Hello 大家好 我是可可 之前我有发几张自拍照 然后是用这个发型 很多人就问说这个编发怎么编的 其实它的灵感是来自于 之前我看到余朱欣在节目里面的一张照片 我觉得特别好看 然后就翻看了不同的几个视频 我自己在家里练习了一下 真的练习了好久 所以我发现眼睛好像看坏了 但是手还是笨笨的卡卡的 我自己呢就练了好多版本 然后我发现这个是相对来说 对我自己来说 会比较简单 好上手的一个 所以我今天想说 就给大家录一个比较演绎的编发视频 也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 能不能真的上手啊 但是我觉得多练习很重要 然后呢 我其实编的还是不是特别的熟练 有一点卡卡的 反正就给大家献丑了 现在是我洗完头发吹干的状态 我们开始吧 首先需要我们将头发大体分成三竖 从头顶开始抓一些头发扎起来 再到两侧的头发 扎成类似小朋友那种可爱的双马尾 接下来要卷发棒来卷头发啦 将一侧的马尾分成两份 一份一份来卷 卷的时候方向是由外往里 如果有一些比较短的小发束没有卷到 可以再卷一下 另外一侧的马尾也按照相同的方法卷一下 两侧头发卷好后 我们把橡皮筋拿掉 放下头发 用手抓一抓 让卷度更自然 刘海的部分也由外往里卷一下 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卷发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发啦 先分一下头路 头路就按平常你喜欢的比例跟位置分好 用小夹子把下面的头发固定 从一侧头顶取一小束头发 方向是由发肌线往上平行于头路 手抓着这一小束头发 用食指和中指把它再细分成三小束 尽量把每一小束的发量分的差不多 先按最简单的麻花辫编一小段 然后开始往两侧夹头发进来 先从麻花辫的左边取一小束头发 取的方式还是由发肌线往上平行于头路 把左边这一小束头发 编到麻花辫中间那一小股头发里 和它混成一束 再从麻花辫的右边取一小束头发 把它编到麻花辫中间那一小股头发里 和它混成一束 然后我们根据头发长度 重复这个左右添加发束的动作几次 编到接近耳朵的位置 就不需要再继续添加了 直接按三股麻花辫的编法往下编即可 编到差不多的位置就可以用橡皮筋绑好了 把辫子刮到耳朵后面 现在这样看可能觉得辫子有点紧 有点贴头皮 那我们就用手把辫子扯松一点吧 这一侧的头发就编好了 另一边也是同样的方法 先沿着耳朵分一些头发出来 用夹子固定一下尾部的头发 再从这一侧头发的顶部取一小束头发 用手指把它细分成三小束 先编一小段麻花辫 再从左右两侧添加头发编进去 编到差不多的位置 用橡皮筋绑好头发 取下发夹 把辫子有点紧的部分拉松一点 这一侧的边发也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把两侧的边发固定到耳朵后面 拿一个这样的小夹子 由发际线往上平行于头颅的方向 将辫子固定 然后我们再用卷发棒把卷度不太够的部分加强一下 最后再喷一点定型喷雾 因为我的头发比较硬 想把这个卷度维持一天的话 还是需要喷一点定型产品的 你不要看 这只是短短的几分钟的视频 其实我录了好多好多遍 录了一两个小时 我的腰已经酸了 反正就是这样子吧 希望大家能够跟着一起学会吧 我觉得多练习很重要 如果第一遍第二遍很卡没有关系 就是一直编一直编 然后最重要的还是天一素头发 天一素头发 那个是一个难点 但是只要你慢慢来 慢慢来 就不要快 就是一步一步稳的话 我觉得其实还是相对来说 是可以比较快速的上手的 好那今天这个编发的视频 就到这里结束了 等下次如果我还研究了 新的好看的编发 我再跟大家来分享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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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